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间谍气球的事情制裁的 很多人说 重重的提起 轻轻的放下 我只想说 这应该是间谍气球制裁的刚刚开始 应该是属于才开始 没什么 这美国就说白了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间谍气球这个事情 已经开始进入到了 这个正式的 要算账的时候 美国一般一开始 就是钱财嘛 美国的西方吃菜都是现 不太子钱财 但是有一点 人们又回到了 关注到间谍气球的事情 这个制裁就意味着啥 意味着 这个间谍气球 就是入侵的 中共的间谍气球 不是一个气象气球 如果只是气象气球 它不会制裁的 是不是这逻辑 其实你怎么看 对 我觉得也是 而且你跟我说 他这个是可能时间比较长 说白了西方或者说美国 他这个需要的时间 就是把这个事实做清楚 到底这个什么东西 而且我觉得这个观众 要是有印象的话 去年这个蔡仲良 对于这个气球入侵的这个事 已经是有了这个法律定性 他对说白了 当时有一个 对北国领空的这种入侵行动 那就是被定义成了这个领土入侵 对吧 所以说当时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定义 实际上从那会儿开始 接下来的就是到目前为止 这是刚刚刚刚展开的这个调查 其实已经肯定是初步结束 准备开始惩罚了 人家的这个一个过程 是一个就是追寻事实的一个过程 他需要时间 不是说像中共一样 我这个一旦 他是对你实质抵对 所以说他一拍脑就可以使出任何的这个 不需要任何时间的这样的这个这个 阴招损招 他就可以使得出来 所以美国花这么长时间呢 其实是花在哪 就是花在对这个事实的调查和认定 另外我还想从这件事情上能看出一点什么呢 就是说白了这个间谍气球 美国这个缴获之后 他被他被他查了个底调 说白了你这里边装的是啥 干嘛用的都从哪来的 其实人家已经非常清楚了 都没有说白了这个这个又把内裤给拔了 拔了看一个干干净 就是你都没啥可瞒的 就是从通过的 比如说你的这个这个产品具体的型号啊 甚至有一些工艺啊 这是各个线索都能都能说白了 都能指向你提供者 就是供货者 这个实际上也是比较厉害的 就是说白了中共还是水平比较低 以他的整个的这个保密程度 和那个电铁气球里边的 这个所谓的实质性的这种 这种技术含量也没高到哪去 虽然那个目的很邪恶 但是他的水平有限就在那 然后这个才能让这个美国 把他这个 就是说白了 通过气球列出一个制裁清单 你想这个事的因果关系 其实就就就就这么说呢 就很搞笑 就这个对中共 对中共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 就说白了 我拿的那个东西 这是我就能知道你是哪来的 我还能掐断你这个源头 对你实时精准的这个供货者的这种这种制裁 所以说我也觉得是你别着急 人家这个美国的动作一方面 也就是一种漫是来自于民主 民主这个民主制度的这种需要大家的时间 另外一种漫是人家追寻事实的这种漫 所以说当然了 连这个病毒溯源也在其中啊 这个过程它是一个追追追求真相的过程 路德我先说的是 好 那我们看看他制裁哪些公司啊 你看这有个清单 有个清单啊 37家在这里啊 今天刚刚出来的 专门写了这个37家企业 放在制裁清单里头啊 哪些 你看啊 这里头 什么A11深圳 银点 航天科技 北京 这个量子信息 什么科研啊 一个什么什么院校啊 你看很多啊 其中 大多数 都是跟这个 间谍气球有关的 中电啊 中电集团你看没有 中国电子集团 16研究员 研究所32 36 41 45啊 研究所 看到没有 这都是中共军方的企业啊 让大家啊 这 这个就是这个间谍气球 再一次验证了 咱们的情报的精准 是不是 这个啊 其中先生啊 对 你分析一下 这个这个 之前明的 我还没没来得看啊 但是你前天前面说的几个就是说白了 像这什么 A11啊 它实际上是个民企做做这个最早是做这个无人机起架的这么一个企业 说白了中共 说明两点 一个是他的这种军民融合的这个咱们一直描述这个状态 就是一切武器化一切技术和企业的最终都会用作军事目的 这是一方面 而且他实际上像A11这种企业他可能是用很多民品去增加他的这个 当然他有可能有一定的研发投入啊 去从这个民品市场上去说白了花老百姓的钱去去去完善他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 嫌恶目的的这种技术含量 然后最终用到这个去破坏世界治理这样这样这样的事情上 就很邪恶 当然这个回头我再去研究一下他这个37家 我就很好奇这个 你想这个虽然里边这个元件众多啊 但是他就就能出来这么具体的一个名单 这个事情还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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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技术含量的 对于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来讲 然后呢就是说啊 你说 你继续啊 你继续补充一下 我又说这个 咱们的这个 怎么说呢 其实从这个 我还隐隐的记得这个当时 气球事件的这个 最开始的 他他他他被美国发现这块 没有没有力特别清楚的时候 咱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这个设想就是猜测和设想他的最终的目的啊什么之类的 实际上就是最终这边这个这个美国调查结果虽然目前可能还没有具体公布他的这些具体功能但是就像咱们当时设想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啊 就是还有这什么光学隐身啊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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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中计啊然后一系列的这个就是高饱和的这种廉价打击的这种这种用途啊咱们也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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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了这种这种这种设想但是我相信这个最终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就会非常清楚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些推测出来他的实际的最后他想在美国上空发挥的这样的做法就会非常清楚他的这个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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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且实际上这个对于习reekenson来讲美国这边相当于给他完成掐断了一个他用这种又用这种下三万手段到こ里说白了就是贫荷打击的这种手段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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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之前来骚扰啊然后出现这个特定时间就是特定他认为的这种战争时机的时候去使用这样这样的东西说白了这个就掐断了他这样一种手段就 他在他看来这肯定也是一个新的战法之一嘛 但是美国方面重视到这个程度 他就不可能在之后的这个 他认为的时机再使出同样的办法 他美国这边一定是会有反制和提前预警的这样的手段 这个文件里明确说了 有一些是间谍气球 有一些是中共军营俄罗斯的无人机计划 有一些是什么呢 这个基本上这以这两个为种 你说那个制裁名单不光是指间谍气球是吧 还针对这个军营俄罗斯的里面 一些企业也在里面 嗯那明白 对对对对对军营俄罗斯也在里面 说白了就是间谍气球和军营俄罗斯 都是一个等级的 看没有啊 都是一个等级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所以啊大家看啊 这个 中共的邪恶就在这里啊 但是每次咱们都 中共的邪恶给他揭露的 彻彻底 啊 中共气也气死了 间谍气球咱们提供了很多啊 这个 相应的情报 告诉大家啊 因为 说白了他们都搞不明白 到底咋回事 特别是 在空中的时候 他们也搞不明白 明白吧 那在空中还没下来的时候 他得有情报才会打 你知道不 否则 他不敢打他 他不敢打 我跟你说啊 对 他不敢打他 那么说呢 一一一方面是这个 就是说决决决要不要去打打你这个东西 他如果没有事实上对美国造成危害的这样情报根据的话 还有一个值不值得打这个玩意 如果他真的是为了 为了值得恶心的一下 确实里面没有别的东西的话 他也不知道启动这么大的阵仗来来来应对一个气球吗 所以这个啊 是的 所以当时 这个事情 说实话 你看当时你记不记得 有一些 有一些所谓的反共的 说什么 说这不是间谍气球 明白不 他们说这不是间谍气球 这是 因为他没打下来 我告诉你 这为什么他们这样说 你知道吧 因为他没打下来 没打下来 他实际上 如果 没有足够的情报 给这边的话 他就 我跟你说 他就没有这个合法的权力去打下来 我跟你说 明白吧 嗯 对 从法律上讲 对 可能 可能这个 你民用航空器 如果是民用航空器失事失控的话 他确实就没办法去打 他这种 虽然上面没有 没有有生生命的话 但是那也是别人的财产 人家就声称我失控 你确实没有这个 他是个 他是个紧急事件 他不就是这个 从法律上讲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跟入侵是没有关系的 你 你得 你得 按照一般的这个 这个正常国际关系 你需要 你也有责任保护这个 别人家丢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打这个 最终的决定本身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证明 就是代表他里面确实有东西 所以当时 绝对的 我跟你说 得给他们有足够的情报 他才会 他才会去打 我跟你说 这当时 这里头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 美国 那个什么一个 所谓的大佬 接受传播假消息 说这不是间谍技巧 说这就是一个气象技巧 他为什么这样说 他歧视 就是说 意思是 没有情报得知 这是一个间谍技巧 要忽悠美国 因为你美国就没法打 如果美国没有足够的情报 做支撑的话 他就不敢打 明白吗 他当时这么说 就是想倒这个气球 把这个风放出来 让你 让你这些 就是想贪疚的 让你避免 惹上这个麻烦 他去吓唬你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就这意思 知道吧 他是个这逻辑在这里 知道吧 所以大家看明白没有 这都是 情报站 知道吗 所以 这里面很复杂的 我跟你说 很复杂的 他的整个的 这个 整个的这个过程 说实话 如果 那就跟那个 当时那个 呃 那个 那个 郭一样 知道吧 如果说 美国认定 这个病毒 哦 不不是 这个 中国没结盟 你想 啥后果 是吧 啊 后果就是 哦 没结盟 是吧 那就算了 这个间谍气球 也是一样 其实他们已经在做 做各种 努力 想方设法 搅这个浑水 但是 失败了 知道吧 失败了啊 太有意思了啊 好 这个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 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 亲友 再见 再见 好